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瓜尔发球 张志渊发球 特点 张志渊这个运动员是很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灵活 所以他速度发挥的零零尽致 尤其在三年以前,张志渊的排云最好的时候排到 中华台北训练很少 他一般的在法国过于偏重的速度 而且实力方面还是不足 他的力量对他的发展有一些影响 对 那近一年多两年 还有一个提球 就说他的动作很硬 第三个就是瓜尔比咬着腰他都可以拉 所以国梁主教练对这块的正手我们都做进一步 没错 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 波尔领先 正手对拉 侧身中远台 教练也责备他就是说在市民赛表现的不是很不错 这样的高水平的赛事 好球 拉反手 控制 所以这样起来 联手起来 我觉得对他们 局长助理 他聊今后的工作的时候说 尤其在今一点上 我觉得 继续来关注完整比赛 现在二比赛 在场上不一定说像现在的成绩这么好 但是他整个状态不错 好球 来说原来是装置员打欧洲人的取胜的话 就得至死地而后生 对薄杀来说 就是说的 对运动员的心理也本不住 就更不好了 所以就说 漂亮 非常漂亮 好球 而且有一定的连续性 香港队的提雅纳对阵的是柳旭飞 因为要按照原来的规矩 就是中国 对吧 就是中国人还是各守一条线 所以现在就是说 他现在都以个人为单位去抽签的话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同一协会的选手 在第一轮第二轮是相碰的 高技术高水平 情况下还能保持一定的 他的母亲 他母亲 局长助理 蔡智导也号召 对你非常努力 非常善于动脑筋 所以就说了 抢冲 好球 这个就有点像盖瓶这种技术 一旋软 一旋软 三生波尔 都是对波尔有 中国冰蜂土 目前为止 这三比四败掉 对 就说了 马林自己的感觉说 对波尔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 局点十比七 抢冲 争抢上的应该 应该更加 是的 怎么样能够能够从装置员的正 也就是谁能够先 比分已经打到了第五局 男子选手的实力 他的对手也是 他的队友 好球 差枉了 8比8 发球出台 优优大太犹豫了 对 庄志源发球 抢拉中间 斜线 直线 对手去拼他 比他第一个经理上 在综合的素质和能力上 会更进一步 坚持 大风大浪 他在 可能在 今天这个环节上 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我有一定的这个思想上的软肋 我有一定的这个思想上的软肋 把笔分再拉开一些 拖长 七局 波尔发球 抓住了 0比2 是由波尔对中国台北选手 波尔发球 漂亮 漂亮 场上的感觉非常好 外国选手 他们互相之间交锋 其实戏剧性更强 因为他们平常打法比较相似 好球 3比7 波尔发球 测拳 反手 反拉 又是扣高球 还有 反拉 10比6 波尔赛点 这样 波尔就以 11比6